台中城隍庙位于台中市南区合作街九十四项五十号 创建始自清光绪十五年 西元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台中建省城 后应迁省城至台北 城隍庙的新建也因而终止 甲午战后庙旨被改为唐厂 西元一九二一年则宪旨重建 主刊寺城隍尊省微灵宫 左刊寺官圣帝君 龙侧射神厨寺祝寿使司 建庙功勋长生鹿位 接着依次为 赏扇司 增鹿司 城隍尊神价前寻补 神里阴阴阳黑白分明的阴阳司 城隍尊神价前谢碧安将军 正殿主刊供奉城隍尊神 殿内也配似文武判官 牛爷及马爷将军 右刊供奉祝生娘娘 城隍夫人 坎内也配似照顾婴孩的婆姐 坎内龙侧四竹生娘娘 虎侧四城隍夫人 虎侧也供奉修建功勋路位 接着依序是城隍六司的 城二司 速报司 城隍尊神价前寻补 坐姿持账的福德正神 手指宇善的范无旧将军 谢范将军在台湾俗称七爷八爷 也被视为黑白无常 正殿内刊前有文武判官 手指大刀的马爷将军 手指三叉戟的牛爷将军 台中城隍庙还有十殿阎罗挂图 可点击相关影片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